本來這前半週 大家的這個氣氛上都感覺說 好像這個今年圓圓行情失落了 但想不到今天來一個絕地大反攻 又燃起了希望燃起的信心 那投資朋友當然常常是比較健忘 但是如果看整個趨勢現行來說 其實數字黑板不會騙人 我們看美國的個股 尤其是科技股的部分表現不錯 尤其最近我們直接 就看肺半指數 因為台股常常在每天早上七點 來看這個美股收盤的時候 來看 我們有時候都沒有再看這個道琼的 直接看肺半就好了 肺半長不長對台股當天 也比較有一個指標性的意義 所以看肺半指數 快要來到新高點 肺半指數快要接近新高 但是呢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 這氣氛感覺不錯的情況之下 去看 看美股的恐慌指數 從十二月也一路開始墊高墊高 雖然稍有震盪 稍有震盪 都是在墊高之中的 恐慌指數也在走高 美國科技股也在走高 這到底呢 是要怎麼解讀 立刻請邵論大哥上來 用這張圖來看 今年熱門股 人氣股以往大家會關注的主要個股 在美股 在國際股市當中的反應表現 今天直接秀出來這元月以來的表現行情 輝達大漲 超微大漲 美超微大漲 Meta臉書 微軟大漲 但是呢 以往我們直接看主要的這個科技成分股 蘋果 三星 特斯拉 波音都跌 到底每股 一個每股怎麼有兩個世界 對 因為這一些股票都很重要 洞見觀瞻 而且都占權重 所以他們的走勢就影響到 他們所占據的類股族群 譬如說納斯達克裡面就這些股票很多 那相反的 道琼裡面可能有艾克森 美福石油 蘋果 對不對 像波音 這個就是道琼 所以道琼表現這幾天沒有那麼強 但是呢 納斯達克表現比較強 甚至呢 納斯達克裡面 如果跟半導體有關 又在廢半指數裡面 廢半指數又更強 又加一個台積電ADR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要先講 其實這個五個加起來就是兩個字 AI 不管是AI的硬體 AI的晶片 或者到AI的服務軟體 這個就是AI 也就是說我們對未來 AI的一個成長的期待 這個就是表現在這些股票上面 相反的 你沒有AI的 像我剛才講到蘋果 蘋果的AI含金量很低 那特斯拉也是每天說我這個車子以後 以後也很AI 但是就是 畢竟還沒到那個程度 所以這個就不好 這個呢 受到中國大陸的一些電動車競爭 也不好 這個是飛機的這個機門 飛出去 窗戶破掉 這個大家會擔心 因為前兩個禮拜吧 那個日本不是雨田機場 才出現那個空難嗎 可是那個飛機在很短的時間 大家通通逃生 全員調生 結果那個飛機是空八的 法國的 是他的競爭對手 所以他就說空八的飛機 你看多好 很多人以後就說那我只選空八來做 所以對他的傷害真的蠻大的 那那三星呢 因為這個台積電很好 三星就不太好了 所以有這樣子的原因 這是科技股就強弱分別 那我還是要特別講就是說 其實最近的科技股也好 或者說各個國家的指數也好 越來越分歧了 好 那我今天的重點是要講這個 就大家預期二零二四年是第一個 又來一個降息 現在已經預期降六碼 六碼 對吧 然後降息不過癮 要停止QT 那什麼叫停止QT呢 我們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這個利率之間的 比如什麼是升息 什麼時候降息 什麼時候QT 什麼時候QE 稍微用簡單的數據來跟各位講 我們一般來講 什麼時候升息 就像我們今天以前 我們所面臨的經濟狀況就是升息 聯準會從幾乎零利率升升升升升 升到現在五五趴多 一次大概就升一碼 有的時候升三碼這樣子 升息是為什麼呢 主要的目的是我要讓經濟降溫 或者我的物價太高了 我要降通膨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我升息的目的 就是為了打擊經濟跟降通膨 好 等一下你會發現有矛盾的地方 我先跟我講原理上 可能教科書上就是這樣寫的 那什麼時候要降息咧 經濟差跟出現通縮 出現通縮 我舉個例子 像中國大陸最近就通縮 你去看他公布消費者物價指數 或者說生產者物價指數 都是負值 負值就是通縮 對不對 那通縮的時候我要怎麼辦呢 我要多印錢 讓老百姓身邊有錢 有錢就會去花錢 花的話呢 那就刺激消費 經濟會起來 所以當通膨的時候我會降息 好 這個先解決升息跟降息 好再來有的時候升息跟降息 他調整的是貨幣的價格 利率這個東西 他就是貨幣的價格 譬如說你去銀行借一百萬 借一百萬的價格是什麼 就是看利率多少 你要付多少利息給他嗎 如果你要付很高利息 代表這一百萬的價格很高 相反的如果資金很多 價格很不值錢的時候 利率就很低 所以利率是資金的價格 這個大家要有 好 那這個是價格啊 那數量呢 資金的數量就要看QE跟QT了 連準會我印多少的鈔票出去 我今天什麼時候我要印鈔票 什麼時候收回鈔票 好 印鈔票這個叫QE 中文叫量化寬鬆 意思就是說我要 我是連準會 我要把錢多放兩兆三兆到市場上 那為什麼 因為我要挽救經濟 譬如說2020年的這個新冠肺炎 這個整個經濟就提供了 對 我要放錢 無限QE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目的是放錢 好 那怎麼做 我先講怎麼做 那連準會的做法 當然不能說我印鈔票就丟 丟給誰 那到底要丟給誰 丟給凱明嗎 還是丟給柏傑呢 對不對 你們拿債券來給我 你們拿債券來交換啊 對不對 誰有債券 我錢就給誰啊 譬如說你手上有10億美元的債券 你拿那10億給我嘛 我就給你10億啦 所以是這樣交換的方式 連準會買債券 用金錢用印出來的鈔票去交換 所以是放水 他買越多的債券 就放了越多的水 市場上就變成這樣 相反 他過去這一兩年在做QT QT叫量化緊縮 顧名思義就是我要把錢收回來 我以前放太多錢出去 我現在要放一樣 怎麼做顛倒嘛 我怎麼辦 我把債券給你 你把錢還我 以前是這樣 以前是我拿錢去跟你買債券 現在剛好顛倒喔 我把債券還給你 你把錢給我 那銀行手上就變沒有錢 只有債券 那是不是就緊縮了 外面市場上就沒錢了 這叫量化緊縮 所以目的是為了收錢 好 光這四個就是連準會 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好 那現在的講法是怎麼樣 我剛才不是講嗎 現在要降息 而且要連續降降六 對吧 今年喔 然後呢 要停止QT 就是我不收錢了 對吧 現在是我不收錢了 那會不會到放水還沒 就是我到一個中間的位置 好 那我剛才講 什麼樣的情況下你要降息 經濟要很差 或者你要出現通縮 我們先問大家 美國現在有這樣狀況嗎 還沒到 根本沒有嘛 我們前兩天才看到 零售銷售數字 大豪 是 昨天出領事業精神術創新第一 是 怎麼看都不是經濟差 應該是這裡對不對 對 你看喔 我為什麼說會矛盾就是這樣 我剛才會故意這樣寫就是 現在美國經濟明明是這樣 應該要升息 結果你預期大家要降息 是 這就是現在的狀況 所以營造股市多頭啊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本來我怕你降溫 我怕你打通膨 我怕你升息 因為升息以後呢 大家就覺得口袋沒錢 對吧 或者我企業啊 我要去擴張的時候呢 我會覺得利率太高 我就不擴張 那不擴張 那很多設備廠就很多資本支出就沒有花了 那 可是沒有啊 我經濟很好 又通膨 畢竟來講 現在的通膨還沒有降到2% 還是3%多嘛 可是卻要降息 好 那股票市場就多頭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股票市場就是多頭 好 那我們再反問 因為聯準會真的真的是豪賭 因為他要這麼做 他要這麼做 他要有本事 未來的經濟真的要下來 也就是說 我明明沒有發生那些不好的事情 可是我卻要降息 那我只能解讀說 這叫預防性降息 就是說我預測到三個月半年以後 經濟會不好 所以我先做這個動作 那你要保證三個月半年後會不好 會這樣 否則來講 三個月半年以後 如果如果沒有 數字更好 通膨更高 那你聯準會的威信就蕩然無存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可是現在造成的狀況是 第一個很矛盾 你假設你當作是預防性降息好了 可是現在市場發生的事情是股市多頭 那你說股市多頭會怎樣 股市多頭你就覺得很有錢 不是嗎 當你股市大賺的時候 買車買房出國旅遊 這不是基本的嗎 買包或是買名表 這都基本的 靠賞自己 消費就強 通膨繼續升 我剛才不是講嗎 你要降息 你要有本事 三個月半年以後 經濟就要下來 經濟表現得很多數字 民售銷售不好 物價下跌 什麼什麼失業率走高 對不對 你要有本事這些數字會發生 可是你造成的效果 目前正在進行事的是 只會激發通膨 通膨可能會上升 所以這個就是我個人覺得 鮑爾現在真的是走在鋼索上 很危險 那我們講了那麼多以後 你看都矛盾喔 可是為什麼現在聯準會 因為真的要降息 而且停止QT 為什麼我說真的 因為你看那個什麼Fat Watch 對不對 那個都是市場交易的結果 為什麼呢 就是大家想不透 如果你問那個經濟學家 你光前面 搞半天他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降息 那可是你去問投資人 或你去問華爾街 很興奮啊 對不對 你越矛盾股市越漲 好那到下一頁 那我們就 我們稍微幫他拆解一下 他降息的目的是什麼 我個人認為 他是在解救美國政府 他在解救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美國政府現在是怎麼樣 第一個要大選 大選嘛 股市大漲跟股市大跌 哪一個對選票比較好 當然是漲 當然是漲嘛 這是第一個 這個你在這個政治獻金 在募集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美國政府已經發行的債券是三十四兆 你想想看 三十四兆是已經發行的 那他有短天期 有中天期 有長天期 那你隨時隨地都有債券到期 債券到期的時候 你要還本 你要有錢 還本 還本就是美國政府要給人家錢 這第一個 第二個三十四兆 你的利息是一直在增加 因為也許你兩年前發的債券利息很低 對 可是經過這樣換換換換換 你的利率已經越來越高 對啊 每一年所花的利息 光利息可能就逼近一兆 如果利率還一直走高的話 那美國政府的這個利息數字只會再升高 更高 那就完蛋你知道嗎 因為美國的財政收入 一年也不過四兆多 我這四兆多要花很多地方 國防軍費就八千多億了 還有一些最重要的是什麼醫療 這個退休 那些錢 我光那些花完 這個美國財政部就 美國政府就沒什麼錢 所以你看他要花的錢很多 所以如果利率走高 讓他的利息支出大增 他就完蛋了 所以我的看法 第一個聯準會要降息 第一個就是讓美國政府的債務壓力 對讓他減輕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小心 銀行準備金不足 以及已債養債 還有美國大選 是我認為聯準會必須要降息的原因 也就是說我現在已經什麼經濟衰退 不管你了 什麼什麼物價我也暫時不管 我先救美國政府 好那再來 他還可以降息的還有一個原因是 中國步入所 因為你要想 如果今天全世界景氣都很熱 因為大家知道聯準會 他等於是全球的央行 所以他不是只看美國的經濟 他要看全球的經濟 如果全球經濟降溫 那我是不是就比較可以寬鬆貨幣 雖然我美國很熱 但你們其他地方都不好啊 對 像中國就很慘 所以中國的慘會不會就等於 讓聯準會比較有本錢去做降息 因為如果連中國都很熱 美國也很熱 中國也很熱 那我到底怎麼降息 所以有這兩點 讓聯準會有這樣子的機會 好再來 我們講 現在各國央行都是發債高峰 就像我剛才講嘛 美國政府已經發34兆 可是呢 以後的不管還本也好 或者未來的這個複息也好 他還是要發更多的債券 所以他的債券只會越滾越高 那其他國家也沒好哪裡去啊 歐洲啦 英國沒好哪裡去 日本也是嘛 所以大家都到了發債高峰 你想想看 債券我剛才講過了 債券要有人買啊 你70%是美國人買 30%是外國人買 以前是這樣 可是呢 如果今天債券越來越沒有人要 譬如說30%那個外國人 外國人裡面以前是日本跟中國占大頭 現在中國都不買了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美國發債的壓力更大 所以我最好的方式是找一個很有錢的人買 就聯準會 自己發自己買 回到我第一張 我剛才不是講嗎 聯準會怎麼去買債券 就是QE啊 我當初不是講嗎 QE是怎麼做 你債券給我嘛 我買債券我給你錢 所以其實最好的狀況就是 我美國財政部發的債券 由聯準會來買 但是你要到這個程度 你要繞一圈啊 你從停止QE應該現在在QE 然後要先停止 停止完了要再變成放水 才能去買美國財政部發的債券 這是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會發生什麼事情 老實說我們都不知道 到下一頁 所以呢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預防性降息加AI熱潮 所以構建了這一次美股的大行情 那現在只是說這個美科技股獨走 因為現在是獨走嘛 我們剛才不是看到AI都紅 這邊都不好對不對 這個能走多久 我老實說真的有待觀察 聯準會的一舉一動 大家都要盯著看 好特別留意喔 所以呢現在是不是資金 就往美國科技股 而且是特定的科技股在走 但是呢跟我們生活 比較息息相關的消費性的電子 可以看看科技股的部分 去反應來說很明顯的 我們生活用的油 用的車 坐的飛機 用的手機 看起來股價是跌的 對 是消費的情況不好 但只有好 我知道這個AI這一塊 對沒錯 好謝謝陳榮大哥 剛剛這樣講就是 為什麼獨獨看到科技股的 某些科技股在漲 但是恐慌指數卻有在走高 市場還是會有對於市場的提防 當心 這是我們看到的這種現象 好 待會到現場則說到 真的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拜登最近幾天狂轟猛炸 現在的這個紅海叛軍 但是呢也先動了中東的混戰 那有人說可能要小心接下來通膨壓不下去 因為這環環相扣 運價指數是不是今天又大漲了呢 現在航運股到底有沒有繼續走高的空間 這些老船長們看誰吃肉喝湯 真的航運股還有續工的空間嗎 那為什麼最近航運股感覺又走勢 沒有跟上運價呢 待會告訴你詳細的原因 我也可以 extension 喔 照片